为了庆祝教师节 南投县各界在日月坛文武庙 举办纪念之圣先师孔子诞辰 县长林明曾担任正县官 率领县府一级主管及各界代表参与祭典 并由于池国中、国小及新城国小学生 担任义舞演出 典礼遵循古礼 过程庄严隆重 纪念之圣先师孔子 2567周年诞辰实践典礼 在日月坛文武庙隆重举办 典礼由县长林明曾担任正县官 文武庙董事长张德林任主司官 各界代表为陪系官 参与祭司人员均身着古福 以寻古礼行庆宪 林县长支持师表示 在教师节当天举办七孔大典 就是要表彰孔子有教无类 因采释教的教育理念 同时也特别感谢辛苦的教师 平日对教育工作的付出与努力 让我们下一代能够稳定成长 同时具备竞争力 今天我们县政府选择在文武庙 实行隆重的祭典 文武庙张董事长 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用心 整个会场的布置 这个典礼的仪式 非常的隆重 我们非常感谢张董事长 做你的用心 在这边也要再向老师做一个最敬重的来感谢你们 我担任县长两年八个九个队来 我对教育工作是相当的重视 学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学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设备 县长都不会节省经费 一律 学校有需求 我们就马上来供应 所以我们会对所有的老师 非常地感谢你们 对南德县的所有学生的教导 县长 我们县政府财政虽然不怎么宽宜 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 中午免得饿肚子 所以我们所有的营养午餐的经费 一年大概有四亿的经费 都是县政府来全有负担 所以我们对教育的工作是相当的重视 立委马文君与文武庙董事长张德林杰表示 季孔大典就是希望让孔子的教育理念 与传统文化能够透过祭典延续下去 并表达对老师的最高敬意与谢意 这孔大典南德县 这次在我们外面的文部廟 在这里生态基盘 所以就这个机会 我们基盘那年龙中 那年重严的生态 也就这个机会 祝福我们所有非常辛苦的教师们 教师姐快乐 今年的节点 有来扩大基盘 我们翁年对我们武庙所应以 各方面来的生态 统统会馈在社会 一二十年来 武庙可以说起来 对我们学校 学术部来 更困难 有什么想象的 我们做了很多 这本来就说来自时空 回馈到时空 单纯是点点礼 由雷鼓三通揭开序幕 过程庄严隆重 随着中古奇名 文武庙起飞 我们同时开启 然后迎神 近传 寻上香礼 出县礼 独住县 亚县礼 总县礼等鼓立仪式 同时配合庙前广场上的国语演奏 合唱团的吟唱 与敬白位的义舞声 于是敬拜 场面壮观 吸引许多游客 围观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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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